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找到那个大乐透资料 那你会发现哦 它进来的话是这个网址 可是不是这个网址去下载 记得哦 因为上礼拜好像同学 直接把它复制不对 应该是直接先点下面这边第一页 那主要我们是要怎么样 先看一下这个位置 它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 OK有了 有没有发现 page 1 那这里的话 你可以透过上面这个网址 那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网址 它其实它有规则性 什么样规则性呢 前面是它这个网站的网址 后面就是它有一个程式 那问号指的是后面要 传什么样的参数给这个网站 给这个网站什么东西呢 就是index告诉他说 我要的资料是index page 后面有1到总共有16页 16页的话你就可以去更改这个数字 后面有个end end是第二个条件 第二条件是order by order by后面等于new的话 应该是从新的资料到旧的资料 当然我记得好像这边也可以改old 比如说你今天假如说你要旧的资料到新的资料 印象中好像可以把这边改成old吧 new和old好像是这样 OK你会发现它的排序就是从2004年12月20 一直到最近的一起 所以这边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所谓在那个什么的网址上面去做一些参数的传递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了 那将来现在蛮复的一些相关网站的技术就是要需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再架设一个网站 拽写后面的程式 然后让使用者去传递这些参数 像你们现在在网路上购物也是一样 电子商务也是一样 你要买什么东西 后面你会发现 你可以看一下 应该都会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问号 后面有个参数 传什么东西 它会自动去跳 当然你除了可以从上面去输入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点选下面这边 比如说现在是page2 如果点选page3的话 那它实际上只有改什么 改这个数字而已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 那我们主要是说 假设我要希望怎么样呢 我的需求是希望把什么呢 把这边的页面 1到16页全部帮我下载下来的话 那当然呢 我以前的做法可能就是一页一页切 然后一页一页的复制 一页一页的贴 复制贴 那如果又有新的资料更新 你又要重新再复制贴 也就是很多人每天的工作 其实上它就是一直在重复 做一样的人工的事情 那这边人工的事情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理解 第一个是很浪费时间 对不对 而且第二个你也很容易做错 但如果说你今天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程式自动帮你完成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省掉很多麻烦了 所以其实未来很多工作会被取代 实际会被取代 如果可以重复性值很高的 可以被写成程式的 其实都有可能被取代 被什么取代 其实很多被机器人取代 那机器人背后其实也是工程师写出来程式 是让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 所以其实你说机器人背后 我看还是工程师 因为你没有工程师去撰写这些程式的话 那机器人也不知道怎么做 实际上是我们撰写好一个固定的程式 那机器人会自动帮我们做 那其实机器人背后也是一个电脑 那我们现在在电脑 我们现在在电脑前面 实际上控制就是 可以看到的就是去做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到一切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第一个有这样概念之后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上礼拜有做过 类似像这样 大乐透下载嘛 当然如果说我今天 上礼拜有同学没有存好档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再把那个重点回顾一下 一我先开一个空白的活跃簿 那我如果说要希望一个一个全部下载的话 那我第一个 需要先流程一 先分析一下我要什么 OK 分析完之后的话呢 理解 第二个的话就是 再开启一个新的活跃簿 那做什么呢 把做一次的动作先录制起来 剩下来的就修改程式就好了 所以我们上礼拜有做两个事情 第一个先把那个一次性 那我要录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我要用什么呢 用那个资料里面的从web这个功能 有没有 然后呢告诉他说 我要下载第一页 把它录下来之后呢 再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呢 大概会有几个 第一个我先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1到16 他就会帮我下载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 一直到第16页 那可是问题 他下载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放在a1 所以我必须 第二个关键就是说 我必须把这个a1下载到a1的这个参数 由a后面的e有没有 这个1改成如果第一次的话那放在a1 可是如果之后已经不是第一次 那我就往下追踪到他的最后面一列 假设这一列的下一列 为什么下一列呢 因为我要再从这边帮我帮我把它下载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一个一个帮我下载 应该还有印象吧 那我把那个重点回顾一下 好 所以我们就是先把那个开发人员打开来 然后呢 按一下录制聚齐 不过呢 前面请各位先彩排过 因为上礼拜有做过一次 那我就再快速的做一次 再来的话呢 输入什么呢 输入我要下载大乐透啦 所以我就大乐透下载 OK 好 那我要做什么呢 那按确定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 要下载什么 下载这一个网站里面的 最好是切到第一页好了 先把这个网址先复制一下 为什么要复制呢 因为我待会按确定之后呢 他会 我们就开始录制了 一先切到资料里面的重web 二的话就是把刚刚的网址贴上 贴上之后按到 他会一直跳这个要不要执行 我们全部按4好了 让他全部执行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帮我连接到那个 刚刚那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里面的话呢 其实这个上面有个箭头 这个箭头是找这个网站里面 它是一个表格的部分 那我们就把那个表格部分 把它下载下来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呢 让它下载 到时候呢 在这个表格里面的左上角 会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箭头 那这个箭头意思说呢 你要下载的资料是哪一个表格啊 OK 那基本上我是要这个表格 所以呢 你就跟他讲说 我要这个就把它打勾一下 打勾表示说我要这一个 那实际上 这个 从网路上下载 它基本上就下载网页里面的表格啦 那基本上它是第几个表格呢 它是一二三四第五个表格 所以呢 它会帮我怎么样 把它汇入到哪里呢 汇入到我们的哪一个位置 它会问我们啊 基本上 我这个好像解析度关系 等一下咯 在它的那个右下角会有一个汇入 它会问你说你要汇入到哪里 汇入到A1 好按确定 那我们就已经下载了第一个页面 下载到第一个页面到A1里面 好我们把它停止掉 停止 停止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聚集里面就会出现有一个我们刚刚录制大乐透下载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其他你可以执行它 它会一样下载 可是只会下载第一页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要下载的是一到十六页的话 按编辑一下 那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哦 我们可以把大乐透下载这一个 把它复制 Ctrl加按住拖拉 把它改一个批次好了 因为刚刚只有一次 我们把它改成批次 批次指的是一到 这个十六页 全部都下载 那前面这个注解可以把它删掉好了 那我们上礼拜 主要是改哪个地方 关键的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恐怕慢慢你要习惯 看懂里面的程式嘛 它其实Wiz到Wiz 意思是说它去帮你下载 这个网路上的资料 程式主要在这里 那最关键是URL URL里面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刚刚贴上的网址 就这一串 有没有发现 这一串还有印象吗 然后里面的话有个indage page 1 特别注意哦 如果这个1 可以让它随着 我每次跑一次 它就改一次 改1 改2 改3 那它不就是一直在下载不同的页面吗 OK 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在哪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面还有一个参数 叫做Distination 冒号等于 Range A1 有没有发现这个哦 那其实这个就指的是 你要下载到哪一个位置 A1 那如果说以后 我要一直往下的话 那我其实我就改 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关键呢 以后呢 如果你们录制好聚集之后呢 想要修改程式的话 那你就是什么 去找到最关键的几个地方 去做修改 把它改成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地方会改变 所以你就把它改成两个变数就可以了 那这个1的话可以改成I 那这个下面这个1改成R就可以了 那我上个礼拜有把那个动作做过一遍 1 我们先怎么样 In-page这边的1 要把它改成页面1到16页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 当然比较OK的话 你就是上面加个注解吧 比如说 这边可以 单引号开头就下载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是下载 那个1到16页 因为是一个注解 写给自己看的 那写法的话就forI等于1到16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第二个的话呢 把中间这一段Wish到Wish 程式搬到这个forNAS的中间 那通常呢 因为forNAS的中间是直行 所以把它选择按Tab键 下一切的意思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会很清楚 forNAS 然后这边的话 Wish到EnterWish 那把这边的E改成I 那改I我前面有做过蛮多练习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endend再移到中间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会发现 我们的第一个就改完 end前后再加空白 好 我们已经可以下载1到16页 那你现在执行的话 它会一直下载 不过你会发现 下载到最后呢 只会剩下什么呢 第16页 所以 当然你也可以试做看看 它会一直下载 不过它这边有个缺点是说 它这边的话会下载 第一个page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错误 comment type这边要把它注解掉 这一行是多余的 或者你可以把它删掉 拉过一下 comment type 然后往下 它会帮我下载 关键这个web table web table其实是就第五个 往页里面的第五个表格 然后呢refresh就是资料下载下来 那nest的话呢 它就会怎么样 i就变二了 意思是说呢 我到做index page等于二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也是会帮我下载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你下载第二个page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又下载了 可是第一个page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被盖掉了 有没有发现 它变成下载了 但是第一个页面被盖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的 什么呢 destination这个 意思就是你要放哪里 放A1 可是不对啊 我不能一直放A1 一直放A1的话 全部下载 那就变成前面的页面都不见 都会被后面的盖掉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这个地方 要把它再加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 我上礼拜有讲过 你可以在for回圈的下方 再enter一下 按个tab 做一个什么呢 来逻辑判断 什么判断 判断它是不是第一次下载 如果第一次下载 就是放在A1 如果不是就一直向下追踪 然后把它加A 为什么向下追踪加A呢 你向下追踪到 它最下面是101嘛 可是如果你将来要下载的话 一定是从101的下一个开始 有没有 从这边下载 下载 下载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上礼拜有提过 奉回圈下面呢 你请你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一复什么呢 一复 如果怎么判断 是不是第一次下载 就是如果呢 假设我开个空的 如果A1里面是空的 那表示说它第一次下载 如果不是空的 像刚刚这个地方 那我就向下追踪 所以写法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 就是if 假设呢 我的那个A1那个储存格 里面是空的话 那叙述方法就是A1 用range来表示 然后呢 等于没有东西 就是空的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就是意思说 这里面是空的话 打一个then enter两下 先打一个反之 else 反之做什么 and if 所以呢 如果我说呢 它里面是空的 那我多一个变数叫r r等于1 意思就是我从A1开始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我就什么 r等于向下追踪 OK 就是如果像这个情况是 向下追踪 我前面讲 Ctrl向下嘛 它会追踪到 那这个Ctrl向下 这个模拟 前面我们在 程式的撰写 也有写蛮多的 你可以用range 一样从什么呢 从A1向下追踪 所以你可以A1 向下追踪的话呢 点and end 前刮弧 然后告诉他说 你向下追踪哦 追踪and是它的边界 它最下面的边界 告诉我 它 那个列是哪一列 那我就知道说 101了 所以他回来这边 可是我要是101加1 102 所以后面的话呢 就把它加1 这样的话 我就知道102 那我就从102 那我最后只要把这个E 去变成R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E变成R 所以我把这边 把它delete掉 那因为呢 它这个自串 双影号到双影号 中间这一串 是叫自串 刚好E在最右边 所以你不需要 像刚刚串在中间 而是串在旁边 串在旁边比较简单 只要有一个end就可以了 空一格 end 加一个r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串在哪里呢 串在这个字串的右边 它 另外一边没有 你不用说像之前 还要再多一个end 然后再多一个什么双影号 那这样等于是多余的啦 OK 所以基本上后面 不需要像这边一样 穿在中间 好 那我们把程式写完之后的话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基本上会有两个需求 下载1下载1到16页 第二个的话呢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第二个的话就是判断 它的位置 它这个地方是不是第一次下载 如果是的话呢 就是下载的那个位置 要是哪一列的位置 下载的位置 所以 也许我们这边可以再把这个 注解给它写上去 那这样就有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for 加一个逻辑判断 基本上 P次大乐透下载 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执行一下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把那个程式 弄得漂亮一点点 感觉会清爽 所以这样子的话 一个sub 里面会有个forness 在forness之前呢 会先判断一下 它的位置在哪里 再去做下载的动作 Wiz到Wiz 这样的话 就会蛮清爽的 程式如果你写得很清爽 一定也不会发现错误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再试一下 看看它的OK 所以呢 当然我如果不确定 可以按F8 我刚刚是征错里面 按F8可以组航 但你也可以直接执行 这些执行它就全部跑了 那我们第一个 这个地方Range A1 是不是空的 它判断是 所以它这边R的话 给它E 所以这个时候E 再跟它串的话 Distination的话 这个里面的话 就会放的是什么 就是A1了 有没有 A1 然后就帮我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Range A1下载第一次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第二次的话 那这个时候A1 是不是空的 不是它有日期两个字 所以呢 我就怎么样 Ls 它就帮我把R 侦测到102了 所以基本上 它会Ctrl向下 它会追踪到这边 向下一列 然后呢 就把资料呢 给下载下来 OK 那下载你会发现 它现在A跟R串在一起 那就是A102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其实 你生活上会写程式 真的方便很多 你很多事情 就不用土法练钢了啦 太多事情啦 不管是不是这地方 很多地方 只要是电脑可以从屋做的 我绝对 不会用 这个滑鼠键盘一直在那边弄 哇太累人了 我一定会想 如果从屋的资料 我就干脆把它写一个回圈 再配合逻辑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完成了 那何乐不为 按钮按下去就全部完工了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这边往下走啦 它应该就会帮我下载到 这个地方的第二个配局 有没有 第二个配局就下载 它不会像之前 下载第一个又盖过去 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全部跑完了 那你会发现 它一直跑了 16个配局呢 当然就在瞬间 自动全部跑完 所以跑完 就会是到 1525列的位置 应该是上礼拜的动销 所以请各位 先把这部分先完成好了 所以上礼拜的这个动作 当然 细节非常多 请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上个礼拜最后是讲到一个批次下载的部分 批次下载部分 当然这学习因为你们有学过程式 所以像我们二三四年级的选修课 反而你们学长姐没学程式 感觉很多地方 他们就变成不会了 你们好像一讲就通了 这地方感觉其实还是相对的 当然有一个差异